电视剧《无剑》是一部近代谍战剧,由近东、王立坤、齐道、绰妮、王志文、张志金主演,还有钱波、李强、赵紫棋、侯勇、谭凯、张希林、海一天等十例演员,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正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热播中。 松下千雄死了,他当着沈孝的面,吞下了浸泡过毒药的全家福,死得很安详,没有遭受折磨,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,死是一种解脱,他终于了结束了自己不忍不轨的一生。 松下千雄表面上是日本媒机关的高级特务,实际上一直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,这样一个身份,注定是没有未来的。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,哪一方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 所以在最后,他和闪官做了一个交易,把陆锋引荐进特密组,又利用叛徒寒天和法币模板做诱饵,给特密组设下圈套,然后再把注意力引向火鹤。 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做了自我了断,免遭疲肉之苦,同时闪官也答应他,会妥善安排好他的家人,让他们过得好,活得长久。 俗话说,扑死胡碑,松下千雄的死,让陆锋心中五味杂陈,虽然他走上这条路已经很长时间,但一直在外留学,远离残酷的一线斗争,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距离自己这么近。 从陆锋在松下千雄家里看到密码本开始,他就知道松下千雄是在为军统做事情,所以在松下千雄死后,他立刻跑去质问闪官,看似在为松下千雄鸣不平,实际上是在问对自己的安排。 沈孝已经知道了松下千雄的身份,那么对他也不会有多少信任,这一行的残酷就在于,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,所以当你被怀疑的那一刻,你距离死亡就不远了。 他想知道幽灵计划如何安排自己,是不是也把自己当作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。 面对质问,闪官只说了一句话,自己是松下千雄的上线,这和陆锋是一样的,目的就是告诫陆锋,牺牲在所难免,要服从上线的命令。 之后,他又给了陆锋一个新的任务,那就是找到特密组资料库的钥匙,这把钥匙只有沈孝知道在哪里,所以这个任务的难度和危险性都非常高。 陆锋只是回答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,而闪官却说必须完成,任务完成之后,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,意思就是不成功变成人,只有成功才能回来,陆锋不得不答应。 虽然陆锋走上了无间这条路,但他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很坚定,也没有多少远大的理想,更多是带着身不由己,对命运推着走。 他真正的目标只有两个,一是寻找当年灭门的真相,二是不想再过苦日子。 正如他对花向雨说的话,他从小到大接受了训练,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,他只为自己而战。 所以,接到这个命令开始,他便不再完全信任闪官,要为自己寻找生机,最后希望落在了花向雨的身上。 从在废弃工厂,看到花向雨居杀寒天开始,他便确认了花向雨也是军统的人,也在为闪官做事情。 闪官不允许陆锋接触,除了自己以外的,任何幽灵的人,更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,所以他要寻求帮助,只能以爱之名。 他什么都不能说,但可以让花向雨猜到,毕竟花向雨是那么聪明。 所以,他第三次就下了花向雨,这一次还是当着蓝冰的面。 想要取得一个女特务的信任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就下三次还不够,还要再栽在他手里一次,所以他吃下了被下药的牛排,又一次被迷晕,这是一种示弱。 当这所有的一切拼凑在一起,当陆锋说出那句除了身份,我说的其他都是真的,花向雨得到了足够的安全感,对陆锋再没有怀疑,确定了对方就是自己的同事,他在最后给陆锋送了一枝花,就是他的回应。 花向雨说陆锋寂寞,实际上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寂寞,戴着面具生活,在无间道理沉浮,这样的日子太苦了。 当陆锋一次次就吓他,又一次次对他不设防,他真的心动了,哪怕只是玩一玩感情游戏。 花向雨说女人对男人只有两种态度,要么动心,要么动心眼,动心就往死里爱他,动心眼就往死里整他。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,陆锋就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,花向雨喜欢上了自己,会往死里爱自己,是他现在唯一帮手,军统会放弃他,闪官会放弃他,但花向雨不会。 至于陆锋有没有心动,自然是有的,只是不多,且对他来说也不重要,他要的是活下去。 如果真的爱花向雨,在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,他更应该默默守护,而不是接近和暧昧。 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利用花向雨的感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